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确定在未来五年内 可以扎扎实实地 慢慢累积出来的存量 从青年的角度 事实上新北市的社会住宅 根本也是看得到 吃不到 远远不足 它就是在灌水 在灌水 在灌水 朱市长的社会住宅 做得少 做得少 讲最多 讲最多 山寨社宅 山寨社宅 无与伦比 无与伦比 山寨社宅 山寨社宅 无与伦比 无与伦比 我是70年次的 那就是 最近在网路上 就是很流传的一个 就是最衰的世代 然后我太太是74年次的 我工作的时候 是遇到失业率最高 薪资倒退 13还是14年 然后我结婚的时候 是金价最高的时候 然后我要 有买房需求的时候 是房价最高的时候 那永和的青年住宅 那就是大熟知的那个郭台铭 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 那他只有11户 即便我已经在申请资格上面 我结婚了 然后有小孩 我在申请资格上面 已经有加权加分数了 但是就是人人一样 就是在破千人的申请 的人数下 只有11户的青年住宅 我当然是申请不到 那这个我本来期待的 房价海啸的服务 变成房价海啸中的一根稻草 但是这根稻草 我还是抓不到 居住是民生的议题 我认为政府应该投入资源 然后自己就是承担起那个责任 去兴建所谓的社会住宅 提供弱势 或是出入社会 比较没有经济能力的青年人 一个满足他住的需求 那任务的100年的社会住宅需求调查 那个光是那个低收的生障者 就是新北市的部分 就非公就有9800户的社会住宅需求量 你照那个朱市长这样灌水的社会住宅 根本就无法满足那个低收的 生性障碍者的那个居住权 更何况是广义的生性障碍者 目前那个新北市政府虽然有做 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那个中央政府不应该袖手盘挂 然后要监督地方政府 并且要求那个地方政府 要有定义那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以及合一的做法 然后因此我们才能在那边预告 接下来会号召生障者到那个中央住管机关 进行那个生性障碍者居入权益的倡议活动 为什么会有带来新市政 就是在20多年前 五个蝸牛运动产生的民怨政府所做的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到底有没有真的解决 当年的房价问题 有没有盖低价住宅 不是没有 1700多公顷盖了多少 盖了一个建案 至今20多年只盖了一个建案 号称一瓶六万块的低价住宅 而且这个建案还盖在很偏僻的地方 而戴新市政当年征收来的这些人民的土地 大部分 绝大部分 尤其是精华地段 最后还是都交给财团 交给建商 去盖他们的住宅 盖那些大楼来引力 那今天如果他们又用这样的名义 要来做区段征收 要来掠夺人民的土地 要来说人民的土地收过来之后 要做社会住宅 这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我们已经被骗了20多年 在淡水 这是人尽皆知的骗局 三重综合的一个BOT的案子 那我们一直在谈的是说 因为最后BOT只有21%的住宅 是用低于市价 就是符合社会住宅精神方式来出租 可是新北市每次都会跟他们讲说 其他的部份商 因为他们的管理费啊 租金啊等等可以抵税啊 所以也可以叫社会住宅 好第二个大家才谈到 他们有些计划中在做 他们说三峡国光断要BOT 可问题是你看到没有 他们一样要民间协助社会住宅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要BOT了嘛 所以说整个可以盖2000户 照现在的BOT的模式来看 2000户里面最后分回来多少比例 如果20%的话 顶多是400户可以做社会住宅 可是他们对外讲法就说 他们国光断会有2000户的社会住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灌水的嘛 是个问号 好再来很有趣 他们谈说 世大运的选手村 未来入完之后 会有1800户变成社会住宅 我们要告诉各位 第一个 这个政策只是 一直都是出于内政部市长的一个口头上的讲法 从来没有被经过最后行政院等等正式的拍板定案 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 根本都不知道 更有趣的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林口运世大运的住宅是谁盖的 抱歉 是好龙兵盖的 好龙兵 就算假的真的是作为1800户 好龙兵盖了1800户的社会住宅 结果最后算成是朱立伦市长的政绩 我觉得好龙兵听到有的对心话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好龙兵 台北市政府盖的 可是他们算成是新北市政府的政绩 好 所以说我们打一个问号 再来是福州合一住宅 这很有趣的 福州合一住宅根本是个弊案吧 从叶斯文被去抓去就知道了 好 他们这个计划里面说有10%的房子可以做社会住宅 所以他们又把它算进来 第一个我要告诉各位 福州合一的社会住宅在合约上清租鞋了 这些房子10年后就可以卖掉 所以它根本是一个暂时性的社会住宅 第二个是他们跟他有淡数 如果这个房子租的不好 住不掉的话 建商可以提前把它卖掉 所以这个事情上根本也是一个空的 所以是一个骗的一个社会住宅 再来他们谈新店中央新村要趋断征收 然后会盖一千户的社会住宅 首先我要告诉我 趋断征收最后的手段是政府拿回来那块地 只是拿回一块空地 可是到底我们会说这一千户的社会住宅 是谁要盖 还是一样奖励民间又去给民间BOT盖吗 还是这个事情都没有 所以这个一千户我觉得根本是一个空的 更重要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最气氛的是说 他们不要每次把我们社会住宅拿来当借口 吃我们社会住宅的豆腐 就是你不想做就算了 你不要说因为我要做社会住宅 我去搞人家趋断征收 去征收人家土地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是非常非常不夥 所以我们觉得是个假的社会住宅 另外他们最近当然有一个工业区的变更的个案 然后他们说是首创民间的特例 我先跟大家讲 工业区变更 抱歉 工业区变更回馈 本来就写在法令上 都是明文的 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 好像是说过去人家工业区都没有在变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来去讲的 更重要的问题我们讲过 过去这么多年 尤其是新北市 财团买工业区 然后变更成住宅跟商业 这根本是大家最熟悉的 潮土地的模式 所以你今天一样 又拿我们社会住宅当幌子 是社会住宅豆腐 所以要做社会住宅 所以我要让这些工业区变更 前两天远雄 赵腾雄就公开讲 他们在新北市的远雄工业城 他们要来搞这个 那明义算盗 赵腾雄讲说 我要来做社会住宅 所以又要把远雄工业区变更了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是非常可恶的 我们说它是个假的社会住宅 最后 刚刚其实一豪有提到 原住民部落包括三英西州 那这个部分上 我们也想讲的是说 它目前真实上在重建模式 还有些很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 刚刚一豪特别讲 最重要是部落居民的 自立营造了相关的贷款 融资保证等等 这个模式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可是还没有解决的方式上 市政府就很喜欢对外的公开 先做动工先做检查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没解决 就先动工的社会主宅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 这个模式 这到底最后怎么样可以真的被盖出来 到底现在也还没有警觉 所以我们觉得说 它还是一个假的社会主宅 台北市怎么做呢 他们就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去找台北市的公有地 台北市政府自己去编预算 就来盖 盖好之后 它委托一个民间专业管理 就一路一路的来做 就是政府带头做 然后台北市政府 他们当然也有些奖励 台北市政府很知道 这些奖励等等的方式 都是个辅助性的 它知道主要的事情 一定要政府自己带头做 剩下的如果民间可以捐个50户 30户很好 这是一个补充性的 可是新北市政府 你们真的不可以 真的就是要学一下这样 不要倒过头来 反客为主 新北市政府的社会主宅五年 七千户这个部分 提出一些说明 是秉持的新北市政府 多元侵犯我们社会主宅的一个方向 我们任何一个管道 在符合住宅法 所多元提供的一个方向之下 我们也会依照住宅法 所设定的承租条件 将这些所不同管道 所累积的社会主宅存量 依照住宅法来协助 新北市民的相关的居住服务 所以这些数字上面 也许刚刚有一些误解 像驱乱征收的这个部分呢 原本驱乱征收发回的底价地 是由市政府来标售的 但是呢 我们选择不标售 把它留下来做社会住宅 这跟 社会住宅并不是我们驱乱征收的目的 那我们现在包括跟中央的国有土地合作 市政府的公共土地的资源的释放 再加上刚刚也有提到公共区变更 它因依法所回归的宿地 市政府这些相关的资源 都在积极的评估 后续如何来侵犯更多的社会住宅 来加会我们新北市的居住服务 同时呢 刚刚所说明这个期间户呢 是已经确定在未来五年内 可以扎扎实实的慢慢累积出来的存量 在这里号召所有的市民 特别是双北市的市民 特别是受高房价所补的双北市市民 在10月4号 一定要再参与我们 夜宿人爱路的抗议行动 告诉这个政府 我们真的很不满现在这个高房价的问题 104 夜宿人爱路 夜宿人爱路 104 夜宿人爱路 夜宿人爱路